今次感謝神,在避去之前就已經聽到神講話了 因為我們沒有買到行李費,回來回庭,那個行李費沒有買到 真的不知道怎樣,我就祈禱神,神就說 行了,到時就應該不用付錢了 你要解釋一下,因為這個航空公司是小航公司 但很奇怪它說要付錢的行李 一上網搞,就沒有人擔心,要付卡,要付很多資料 那牧師就問,那怎麽好呢? 那我就說,那我就馬上祈禱了,立即收到 神就說,不用怕了,不用做了,到時不用付錢 那我就想,會不會有些crease呢? 那我都不是很敢直接跟牧師這樣說 我就說,行了牧師,到時買起來了 那怎知道呢,到時真的呢,其實我都自自驚驚驚 怎知道去到機場,佛會場 我就說,真的不用付錢 那這是第一個感謝神 而且去到時,牧師又說 可能會有延誤,我走的時候 那我又祈禱了 那祈禱,神就說,在一個小時之內 最多是延誤一個小時 但是之前,因為它隔一天才有一班機的 那小機場 那所以呢,之前呢,那兩班呢 第一天就遲了兩個小時 第二隔一天,然後又遲了一個半小時 那我心想,是否我自己計算呢? 但其實我又不知道 那我跟牧師說,牧師,一定是遲一個小時 那其實呢,由我們去到兩點半 說登機都未見到一個機 說登機的時候見到機的煙 即飛機的煙都未見到 那我登了很久 那就一路一路在那裡數時間 那牧師就說 先沒有檢查過,網上就說 遲四十分鐘 他說,如果遲四十分鐘 即是一個小時 你的領袖都對 那我說是啦,希望是啦 那我也覺得很驚喜 那怎料上到機呢 真的遲了四十五分鐘 那就說起飛了 那都OK啦 怎料呢,關了機門 然後它又不起飛 不起飛呢 然後就再等 但是真的,最終是 機應該起飛的時候 即是,即是機真的動了 牧師在幕是遲了五十分鐘 再要劃行的嘛 我相信起飛那一刻就是一個小時 那這個是神明很大的 即是,同我們講說話 紳士,同我們講說話 那在這個整個過程裏面呢 我自己,即是我跟牧師去啦 那我第一個印象 即是我第一個感覺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好 一個貼身的門徒訓練 我跟牧師說 這個貼身的門徒訓練 即是我很多東西學 甚麼都可以做 那是很豐富啦 即是,我不是講飲食 還有呢,即是我自己一個很大的 即是平時我在香港 即是,經常都會有很多事情想啊做啊 但去到呢,就沒什麼想啦 就服侍神啊 那服侍那些人啊 那我就每一晚呢 都十點要睡覺 因為他們九點睡了 那一早呢,他們五點鐘就唱詩歌了 五點至七點都是唱詩歌 讀聖經 那他們是很愛主的 那他們呢,即是在討報裏面呢 即是,都很多的經歷啦 即是有個教導 初初可能有些溝通場 有些不解啦 那所以呢,就 牧師很辛苦地教他們輔導 所以其實牧師可以在 經常跟他們講話 很難的 其實這個輔導 那就是,即是,各位學員 在這裏呢 即是有整年的時間 牧師很多的教導 和很多的觀摩 很多的學習 其實我們是很有縮氣的 他們呢 要用兩日半的時間呢 要去學 其實對他們真的有點艱難 但他們很勤力 五點鐘起床就讀經 那你們想想 那一路這樣下去 到十二點 吃完飯 跟著三點又到六點 真是很有心去學習 還有他們投入聖靈裡面 很大的經歷 那有一幫 那個教會的同工 就說 因為他們要服侍我們去煮飯 又去倒垃圾 做很多東西 他們就沒有空來聽課 但是呢 他們就很學求 就在中間 即是牧師沒有休息的 即是人家吃飯 即是 早上吃完早餐 有時間 未聚會 之前可能有半個小時 那些 那些電影姊妹就說 牧師可不可以幫我們祈禱 他們祈禱 有一招呢 就是在牧師的房間 站著 哇 就聖靈來大大充滿了 那在房間裡面 就 大家就 起落的靈很充滿他們 那些是 有些是老人家 即是 都幾多老人家 那些聖靈很大充滿 個個都在那裡起笑 正如跳得很厲害 我做他們 正如這樣跳 即是很厲害 那些聖靈神的工作 是很大 其實他們都 和他們又處理夫妻間的關係 都很 即是有一些傳魂 夫妻都是很努力 看到牧師 真是很用心的 即是去大練他們 有幾對 即是由開始 即是爭戰 想著回家就開火了 但牧師去輔導 經過他輔導之後 他們就是 即是可以抱對方 即是老的夫妻 即是中年 即是年青的夫妻都有 我們看到 即是人是得幫助 即是每一次的 短孫博士 對我來說 都是很豐富 又悶途訓練 又什麼都可以做 你知不知他們 見到我 因為 即是我助手 我就幫學師做那些 PowerPoint 那些東西 那些電腦不是我 不認識我 其實就是很差的 很不電的 那他們見到我這樣做 他們 有一次聚會 他們搞不定的PowerPoint 就叫我 我心裡叫我做什麼 即是未開始說到 他原來以為我是踢筍 那我很感恩 因為 即是每做一個服事 我都看到 是不大個恩高的 其實我 很不定 我看到那個 那個投影機 沒有放出來 全是黃色的 即是很吵架 但是呢 我就一直方言吐告 一路去整 很繁忙去整 但是我就覺得 很多的學習不同 不同的崗位 我都可以適合到 很希望呢 即是 和見到神很多的工作 他們很多的 即經歷聖靈很多 其實我們都 虧錄了很多 希望下一次就有機會 其實我們會再有機會 因為他們很喜歡 牧師的講道 而且是很投入 在託告裡面 所以他們經歷了很多神的恩典 所以他很想再邀請牧師 再去 多謝神 我都補充一點點 我都補充一點點 起初 Manny講到的 開頭就是講到 就是 人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因為聖經講到 神都是跟我們說話的 他所講到的兩個例子 就是他聽到神的聲音 很準確的地方 另外 我想講 就是關於他們 經歷聖靈那件事 都跟他們那種學務有關的 因為他們真的很學想 而且他們不介意 有什麼彰顯 我也希望我們在這裡 大家都是這麼渴慕神 這麼開放 讓神聖靈更大 充滿我們 讓我們更大的能力 我們看到有些人 他們經歷聖靈之後 真的很大的更新 在那裡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們有動力去向前去的 名言歸比主 傳統 靈本 基協助 聽商民 福音 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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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今 和聲音 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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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哲,哲 哲哲哲